蓝球之神麦克乔丹 球季出神入化 而且还赚很大 退休后的他去年秋天 在佛里达州开了一家 名叫葛洛夫23的 私人高尔夫球场 但麦前前后 沃兹尼亚奇最近前往造访 在社群网站上传了一段片 画面上可以看到无人机在空中飞 然后降下一个子弹 乔丹的顶级高尔夫球场 竟然是用无人机来送零食 自作球场只开放会员进入 据了解会员人数不到100人 乔丹自己疯狂热衷打高尔夫 网络上流传的一段影片 他从国陵边缘将小白球牵起来 神奇的滚了滚进入了洞口 乔丹在自家高尔夫球场 更是威风八面 为全人爱打小白球的乔丹 因为不满之前在其他球场打球 前方球友打球速度太慢 挡住了他 让他非常的不爽 干脆自己开架设备深滑的顶级高尔夫球场 可以如此霸气 因为乔丹是史上收入最高的运动员之一 估计如今身价达到20亿美元 约台币590亿元之多 其中除了球员时代靠篮球赚进约1亿美元之外 主要是AO Jordan乔丹鞋 一年就可以拿到1亿美元的分红 而他买下的NBA黄蜂队 目前市值高达15亿美元 比当年他收工时几乎涨了6倍之多 篮球之神乔丹不止在球场 趁着风云在乡场也同样有套 东西新闻都有情绪已经报道了